是複雜誌《勇廠》內地百億演藝市場 2015年7月18日 Time Money 《D.006-013封面故事道夢蘭人生如戲、戲如人生》 舞台上短短兩個小時,就道盡世間的悲歡離合 戲劇、舞蹈與音樂,造就內地價值百億的演藝市場 吸引無數觀眾走入劇場揮灑一個夜晚 近年中港表演藝術市場繁榮發展 2013年北京演出節目總票房達18億港元 香港也超過4.5億港元 兩地均在興建新表演場地 憧憬未來更大發展 有北京金融學博士、戲頭行從戲劇、見劇場、辦戲劇節 近年更自圖邀巴創立國際劇展 把屬於世界舞台的好戲《帶到中國》 又有香港獨立劇團總監 一人身兼劇本、導演、演員素職 為本港觀眾送上精彩畫劇 也帶同溝 劇目闖蕩中山 得到一群內地粉絲的擁戴 優秀藝術與成功票房 出色藝術人才與良好市場環境 兩者之間如何尋求平衡 無論內地或香港的藝術家 也在積極探索 以求尋出雙贏的舞台經濟學 內地演藝市場蓬勃 近年中國內地表演藝術演出市場泛榮發展 據中國演出行業協會統計 2013年內地演出市場總收入323.7億元 人民幣、夏同 其中畫劇表演演出場次超過1.1萬場 與往年分別不大 而平均票價和上載率大幅提高 平均票價達252元 票房收入15.94億元 而2011年在演出場次接近的情況下 票房收入僅為6.5億元 戲劇演出仍然以北京、上海、廣州為中心 而三《九星》以後場的空置率較高 三大城市之外的專業劇場平均每年演出58場 而北京平均每年演出188場 差異巨大 政策方面 內地政府不斷推進國營劇場 劇團市場化 2013年連下三道席劍令 規定文藝晚會不得鋪張浪費 不少長期依靠政府買單的國營劇院 劇團和演出公司受到極大影響 業界認為 由政府及國企買單的演出衝擊了正常的商業市場 此令是規範市場的明知之舉 2013年12月 政府用於支持原創藝術的國家藝術基金正式成立 重點支持舞台表演藝術 去年共有393個項目獲批 合共獲4.29億元的資金支持 內地多個城市政府也對於劇院進行低票價補貼政策 以吸引更多市民入場觀看演出 舞台軍師女小偽團楊偉海外 我是方美昂 我在北京造演出策劃和製作 眼前這位笑容活潑的女士名叫Alison M. Friedman 中文名方美昂 Alison來自美國華盛頓 在北京生活二十多年 訪問過程中他一口捲舌金康 偶爾遇到太複雜的語句 才會不好意思地轉回英語 他在北京開設了冰冰冰策劃藝術製作與諮詢公司 將日聲內地藝術團體帶到海外巡演 頗得外國市場和觀眾稱來 策劃推廣促進中西交流忠情舞蹈的Alison 從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中國文學專業畢業後 2002年即作為富爾布萊爾特學者Falbright Scholar 復經研究中國現代舞發展 當年正是北京新澳成功的逆年 世界對中國的關注開始大幅提升 Alison 卻覺得國外關注的有點而單調 國外媒體關於中國的報導都是經濟、環保 不是不對,但只關注這些 就沒辦法了解一個國家的文化和社會 研究結束後,Alison選擇留在中國 他陸續在北京現代舞團 曾獲號斯卡金像獎的中國著名作曲加譚盾的工作室工作 他本人也是一位優秀的鐵達舞導員 2010年,冰冰策劃正式成立 冰冰球在七十年代曾經求開中美外交的大門 Alison 希望自己也可以為中外文化交流盡一分力 外國人已經知道雜技、經劇 我想吸人們看的,是更多元的 1.3.D. 的中國 讓外國人了解中國年輕人在思考什麼 面對什麼 他們的困惑和娛樂是什麼 而表演藝術能讓人看得多元 也能讓人看得矛盾 先鋒舞團響於國外市場 與Alison 合作時間最長的現代舞團 圖身體劇場 以讀書一次的舞蹈風格文名中愛 2010年受誘導歐洲最大藝術節之一的 Europelier藝術節演出 觀眾反應不足 2011年開始 圖身體劇場每年舉行世界巡演 觀眾反應比想像中環棒 我一開始會有些擔心 他們還會曝光甚呂 H 怎樣 共產黨怎樣的偏見 但國外這幾年也有變化 藝術值對他們感興趣 並不是因為他們是中國的團體 而是他們的藝術有意思 舞團在海外獲得巨大成功 成為首個登上美國林肯中心和澳洲式尼國劇院舞台的 中國現代舞團 演出足 遍佈三十多個國家 場場爆滿 國外媒體和評論人級出極高評價 一路伴隨舞團成長的Alison 談起時非常驕傲 他和劇場主創圖野在北京現代舞團相識 上一起出國巡演 他用心有靈犀一點通形容兩人思維的契合 我狠了解他的藝術思路 在艱難的環境下 他能做出成就很不容易 我首先要了解藝術家 才能去和國外觀眾解釋 為什麼他是獨一無二的 我也很清楚他們該到哪提次 我不會去拉斯維加斯介紹這種先鋒藝術團體 Alison 認為 只有同時具備對內地藝術家和市場的了解 才能將市場推廣做好 而這種了解正是內地市場所欠缺的 國外成名國內慘租冷袋 除了圖身體劇場外 與Alison 合作的新浪潮戲劇 導演黃聰 同樣享譽國外 這些年輕藝術團體逐漸在海外打響名氣 卻在內地遭受冷待 令他們必須依靠海外演出的收入去知 M 生存和創作 但是單靠海外並不足夠 因為國外的演出廢和長次都有限 而且你也必須回到內地 安靜下來 以創作新的東西 這段時間就會沒有收入 因此必須要有內地的支持 Alison 深深體驗到場內開花場外鄉的中國傳統智慧 他認為這反映出中國的市場機制還不成熟 在劇場與觀眾之間充當中間人的策劃公司並不專業 對藝術理解不夠 宣傳手法落後 以至高質素的藝術家無人問津 中國的市場已經非常商業化 劇場和藝術節害怕沒有票房 就不敢接受新的東西 他認為內地先鋒藝術團體先導國外累積名氣 也是一種不錯的策略 國外已經有發達的市場和觀眾群 只要質素好 他們走出去問題不大 中國也許還不太認可這個藝術門類或藝術家 但是他們認可林肯忠心 威尼斯雙年展 然後他們就會說 歡迎你回來 我們認可你是中國的寶貝了 Alison 指 這些劇團 舞團面臨最大的問題 是如何平衡國內外的發展 以獲得足夠的支持繼續創作 Alison 在中國生活多年後 他笑稱自己已經部分中國化 我們已經不是只屬於本國 也不是百分百屬於新的國家 所以我們是不三不四 又三又四 這是一種特別的經歷 我們會獲得更多看世界的視覺 金融博士氣高薪不經族窮夢想獨來獨往 北群北黨是內地戲劇 拆展人水晶寫在個人微博的介紹語 也許這句話正正解釋了為什麼身為金融學博士 再勇高薪後職 他及金源投身戲劇 做一個全中國最窮的國際劇展 不在乎別人怎麼說 專心做自己喜歡的 有價值的事情 是水晶一路走來的信念 投身戲劇金氣高薪效即水晶在金融業打滾十年 離職前在金融公司從事投資銀行業務 即為高薪水亦高 怎麼會放棄一切 變成全職戲劇製作人 水晶只是輕描淡寫地搭 當時也沒有想那麼多 只是覺得喜歡的東西和工作不能兼顧 就暫時來做一下 現在倒是覺得這件事情我能做一杯子 因為會不斷碰到能點燃我熱情的東西 點燃水晶熱情的 是世界各地想演的優秀戲劇 他爭在網站為G 到 看過好戲的《啞歌夜晚》 甜蜜的如同戀愛的人剛獲得肯定的答案 從2001年初次以觀眾身份走進劇場 到變成劇評人 參與發起中國大學生戲劇節 籌見中國最活躍的五大戲劇中心之一 北京北邊馬斯劇場 到策劃製作千戲夜 《我們雪上升》 《感戀道花園》 《2006愛地板》等重頭劇 增經出的業與愛好逐漸變成工作 如今他希望能把點燃自己熱情的好戲從海外帶回中國 分享給國內觀眾 精選劇目邀請劇團赴華英國外丁堡國際藝術 即是全世界最具影響力的戲劇節之一 2011年 水晶在愛丁堡看到很多不同方向和類型的小型戲劇 因此蒙發了把愛丁堡的演出帶到中國的想法 當時就覺得很有意思 也想讓中國觀眾有機會看到不一樣的東西 因為在各方努力之下 它於2012年牽頭成立了愛丁堡前原劇展 邀請一些海外劇團到中國表演 水晶選劇目的標準是足夠好 在國外大量看戲會發現 任何一種表演形態和創作手法 都有很多人同時在做 競爭非常激烈 我們要選的至少是某一個類型中的前三名 2012年10月 愛丁堡前原劇展在上海開幕 大級內地觀眾不少驚喜 如來自英國動作英雄 Action Hero劇團的先鋒舞台劇漢喬喬進至於 Watch me for 本事在酒吧的演出 劇展將小劇場改造為酒吧報警 觀眾需暫立觀看演出 與演員互動極多 對於很多觀眾來說是全新的劇場體驗 劇展也邀請不同體諒的戲劇都大小劇場演出 其中英國迫苦劇團Jacko 的迷失 Missing 的演出場地就在上海大劇院1600座的大劇場 劇展追求前緣 先鋒 淡水晶也須仔細挑選合乎國情的演出 將Sister 兩位女演員分別扮演性工作者和女同性戀者的角色 傳來演出 這種 首先政策上不允許 就算十年後也未必能演出 另外作為專業的戲劇策展人 雖然某些劇作有它的價值 但和目前中國觀眾的審美環有一定差距 小眾到剛好可以接受 Sister 這種劇放在香港是合適 但放到內地就不太合適 最窮劇展博利力求生存水晶常常和同時接招是全中國最窮的劇展 無政府撥款 無商業贊助 一切全靠自己 或幾個差不多同時誕生的劇展相比 外丁堡前緣劇展確實顯得囊中收劫 水晶介紹 北京首都劇場邀請展由北京市政府撥款 他們是發售錢用不完 財政會批評他們 既然自身經濟能力有限 損棄的成本就要仔細斟著 就好將你手納 如有五百塊錢 出去吃飯的時候 你要點幾個貴的菜 但也要點幾個比較便宜但也不錯的 就是要看你怎麼選擇和搭配 目前劇展邀請的最高成本的戲是英國碧府劇團迷失 單場成本達二十五萬元 人民幣 下同 票房滿座也難以為本 水晶指迷失這個項目共虧損三十五萬元左右 要靠其他賺錢的項目來補貼 水晶在去年年底總結中做了一番計算 外丁堡前緣劇展2014年共邀請八個劇目 完成一百一十二場演出 觀眾人數約六萬人次 平均上載率超過九成 演出城市除了北上廣三大城市 還延伸到武漢、貴陽、昆明等城市 以劇展全年收入仍如十五萬元左右 攤到這一百一十二場演出上 每場我們大概賺一千多元 盈利相當微薄 坦白說 上海大劇院門口的票販賣我們的票 都比我們賺得多 尋找合作商贏謀求出路在無外界之金之助的情況下 水晶也盡可能的尋求合作 除了劇場、酒店、商場 都成為水晶的合作夥伴 去年劇展就和上海一間港人開設的酒店達成合作協議 劇團以較低價格入住酒店 同時為酒店在所有演出的單張、剪板、電子螢幕等會繼續宣傳 據水晶稱 一開始酒店滿房率為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 經過半年的推廣酒店滿房率已超過九成 儘管營利少 水晶營要堅持低票價原則 劇展平均票價為120元至160元 定高價賣不出去 空在乃如 沒用 再說中國人賺的也不比英國人多 為什麼我們就要花更高的票價去看戲 戲劇時精品藝術 但不應該脫離大眾 對於內地藝術市場 水晶認為市場的罪還有待發展 在內地很短的市場發育過程中 我們還在尋求一個合理的生存空間 總體上內看是積極的 雖然不完美 但還是在向前走 港劇團闖中山粉絲迫爆長城團二十五年的本港獨立劇團活塗戲班 去年首度將劇目《和媽媽中國漫遊》 夏青和媽媽 帶到廣東中山演出 這是劇團首次到內地表演 有四百個座位的小劇場爆滿 觀眾反應熱烈 和媽媽由真人真事改編 故事原型是黑龍光塔 何縣一位74歲兒子 劇三輪車載99歲母親從東北到海南 歷時三年的漫遊經歷 該劇在中山用廣東話演出 最高票價三百元人民幣 高出香港公演最高票價二百八十港元不少 陳文光作為胡圖戲班藝術總監 遊走中港兩地戲劇市場 比較兩地觀眾 他說內地觀眾較直接 用於表達情緒 演後座談也積極與演員交流 香港觀眾內臉一點 在一些笑為他們會想 我應不應該笑呢 別人笑我們就笑 別人不笑我們也不要騷擾到別人 同時 他亦指內地觀眾的劇場意識上欠 他們會不時上廁所 出出入入對演員都有影響 很多人喜歡用相機拍照 場館負責人見到有人拍照 會用激光不去指他 這樣有再多一個光源 其實是更大的騷擾 除此之外 陳文光表示在中山的演出經驗都不錯 場地狠身 支援也充足 我們本來很希望有一塊黑布 但沒帶過去 負責人就馬上安排人出去買 香港的場館都不一定做得到這樣 觀眾的支持也讓他印象深刻 有一位中山觀眾看過往媽媽後成為劇團死忠粉絲 香港演出每次捧場 後來我們第二次上中山表演 感覺像是見一些老朋友 邀請廢有限劇團北上南陳文光觀察內地戲劇生態 發現內地市場發展很快 但太多商業劇跡佔市場空間 包括用很多明星演出 用大報警 這樣戲劇就變成一盤生意 當然也有小型的劇團很努力去堅持創作 至於香港小劇團北上開拓 他認為較困難 因內地劇院只能支付有限的費用邀請演出 一場一兩萬人民幣 劇團十多個工作人員 連機票都不夠 劇團到外地演出可向香港政府申請支助 但同一出戲出去第二次 政府批准支助的可能性太低 內地市場雖然近在眼前 卻又似乎要不可及 近幾年我們開討論會 都有共識是要衝出香港 但現實情況比較難 例如內地演出流程和香港不同 我們要找中介公司 幫手申請演出批文 劇本審查 稅務安排等 故事劇本也要篩選過 符合國情才能上演 亦因劇團收入低 工作人員一般另有工作補貼生活 想到內地巡迴演出 時間安排上也有難處 不過今年十月 胡桃戲班受上海藝術節邀請 將到當地再度演出 和媽媽 和媽媽故事 被釋酬的 西藏 我們都想去演出 港民本自由圍牆地不足在廣東省做粵話演出 障礙不大 陳文光希望之後到內地其他地方也能用廣東話演出 此前和媽媽到新加坡表演 打中英文字幕 觀眾接受到很高 沒必要因為語言去阻礙我們的演出 胡桃戲八年正上演的日本著名 喜劇少之大學 內地版名為喜劇的憂傷 因原版畫劇主題是 以戰時期日本的劇本審查制度 內地版本有不少刪改 不僅將故事地點改為同時期的中國 一些敏感臺詞如天王閉下萬歲軍被刪去 陳文光對香港未來的演出自由也有擔憂 香港現在仍是演什麼樣的劇本都可以 這是香港的福氣 但你也會慢慢的見到有些審查 甚至自我審查出現 二十三條立法仍是蠢蠢欲動 我們的言論自由也一路收窄 這樣的事情我們不希望發生 它盛讚香港市場活潑 但仍有不少問題激待解決 如場地一般都只能定到一個星期 定到兩個星期以示莫大幸運 我們連續排練兩個月 製作時間達到半年 一年 一個星期的觀眾倆沒有辦法讓我們回本 它又認為政府對文化事業缺乏擔當 香港政府只想增鈔數上升 沒有思考怎樣去提升市民的生活質素 西九建網絡座文化交流 內地表演市場日益旺長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表演藝術行政總監 參與國列表示 香港與各地的文化交流工作顯重要 西九其中一項策略發展 便是希望憑本身長地和網絡 長遠促進合作和交流項目 透過國際交流 香港的作品可以得到一些培養Nurturing 新作品能演出 又或者透過我們的關係走到外面 而海外的作品亦可經這計劃來到香港 協助整個藝術表演生態 建設中的西九文化區將提供多個表演藝術場地 除1450座位的大型演藝劇場外 還將有戲曲劇場 600座位的中型劇場和200座位的小劇場 但此計劃一波多折 拖延多年 第一階段工程預計於2020年落成 現在總之間的名字是同事 相較相當的合理 它是終於共同的小劇場 最意的長時間